大家平安 愿主耶稣在安息圣日赐福给我们 保守我们身心得平安 晚上来查考马王有两个女儿 来看真言三十章 真言三十章看十五节 真言三十章十五节 马王有两个女儿常说 吸啊吸啊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说的共有四样 这里再讲到不知足的问题 我们常常讲知足常乐 一个人不知足就是他再富有 位置再高他也不快乐 一个会知足的人在什么环境他都很快乐 所以知足是人间非常宝贵的东西 所以知足是在人间很宝贵的事情 让人可以活得很快乐很满足 令人可以活得很快乐很满足 那这里十五节跟十六节这两节圣经所讲的 是用一个反方向来讲知足的问题 是用一个反方向来讲知足的问题 就是讲不知足来让我们去感受知足的宝贵 那首先就讲到马王有两个女儿 首先就讲到马王有两个女儿 她的名字叫做吉亚 第二个名字也是吉亚 她的两个名字两个都是叫吸啊吸啊 那有些译成给我给我 有一些译成吸我 那这个就是马王的两个女儿 这个就是马王的两个女儿 那这个就是在讲一种永不知足的心态 这里就是讲一个永远不知足的心态 这个马王有些译成水质 马王有些译成水质 就是会吸血的那种软软的东西 所以那个是吸人的血 那这个一天到晚她就是喊着说给我给我 一日到晚就是懂得叫给我给我 有些译本加上喊着说给我给我 有一些译本就加上了就讲着给我给我 就是说她一天到晚就是贪得无厌 就是一日到晚都贪得无厌 整天就是在喊着说给我给我呀 整天都就是懂得叫给我给我 那这种的人生就是一种贪得无厌的人生 一种人生就是贪得无厌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非常可怜 我们来看真言的二十一章 我们来看真言的二十一章 真言二十一章看二十六节 真言二十一章看二十六节 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二人施写而不灵释 这里说有些人整天贪得无厌 这里说有些人终日贪得无厌 就像马王这两个女儿 就好像马王这两个女儿 一天到晚就是喊着给我呀给我呀 一日到晚就是懂得叫给我给我 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整日贪得无厌 这里就是整经所讲的整日贪得无厌 那有一人刚好相反 二人就刚好相反 他甘愿施舍而不会觉得吝惜 他甘愿施舍而不会觉得吝惜 那这种贪得无厌的人 你叫他施舍当然不可能 这种贪得无厌的人 你叫他施舍是不可能的 我们中国人叫做铁公鸡 一马不薄 你一只毛都拔不起来的 中国人有句话 铁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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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公鸡是铁做的 一毛都拔不起来 一毛不拔 一毛有一个含义就是一毛钱也拿不到 一毛有一个含义就是一元也拿不到 就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就是到这样的地步 那这个就是整天贪得无厌 这个就是贪得无厌 那这种人会活得很痛苦 这种人会活得很痛苦 因为你不知足就会痛苦 因为你不知足就会痛苦 那一个知足的人他就会活得快乐 那这种给我给我这样不知足的人生 这种给我给我不知足的人生 这样的人他只考虑自己 这种人就是会考虑自己 他不会去考虑别人 就像保罗在讲末世又危险的日子来到 就是好像保罗讲到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第一个表现 第一个表现 就是专顾自己 来看抵护太后书第3章 来看抵护太后书3章 第3章 第1节 第二節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 貪愛錢財 自誇 狂傲 磅毒 違背父母 忘恩負義 身不成結 這裏種種可怕的表現 就是從專顧自己開始 這就是一個危險的世代 我們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大家會彼此相顧 我會關心你 你會關心我 你會關心我 我會關心你 不會說只是關心自己 一個正常的社會 這樣我們就會感覺溫暖 一個這樣正常的社會 大家就會感覺到溫暖 如果有一天這個社會變成每個人都專顧自己 這個社會非常可怕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別人要對你怎樣 因為大家都是專顧自己 不顧別人的死活 所以為了自己的益處 什麼傷天害你的事都敢做 所以底下種種很多不好的事情都一一跑出來 所以底下所有不好的事都會一一跑出來 就是從這個專顧自己開始 就是由專顧自己開始 所以這種人生很可怕 所以這一種人生很可怕 這種當然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只想為自己 這一種就是一日到晚就是會為自己 盼望得到越多越好 他不會去考慮到別人的需要 他不會考慮到別人的需要 這個就是只顧自己不考慮到別人 這個就是只顧自己不考慮到別人 那這樣的人非常可怕 這樣的人非常可怕 這個社會如果普遍大家都這樣 這個社會就非常可怕 這個社會如果普遍大家都是這樣的話 這個社會就會非常可怕 那末世就會有這樣的危險的日子來到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專顧自己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專顧自己 那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社會 這個是一個很可怕的社會 聖經免領我們不能單顧自己 聖經免領我們不能單顧自己 我們可以關心自己 我們可以關心自己 因為主耶穌勉領我們愛別人相愛自己 因為主耶穌勉領我們要愛別人 像愛自己一樣 你不曉得愛自己怎麼去愛別人 你不知道怎麼愛自己 怎麼去愛別人 所以當然你也要知道怎麼樣來愛自己 所以當然你要知道怎麼愛自己 那你要進一步也要去愛別人 你要進一步就是要愛別人 就像你愛自己的心一樣去愛別人 這個叫做不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念別人的事情 也要顧念別人的事情 當我們做一件事我們考慮自己的益處 當我們做一件事我們考慮自己的益處 那時候我們也要想這樣會不會影響別人 這個時候我們也要想這樣會不會影響別人 也要考慮到別人的益處 也要考慮到別人的益處 不能只考慮自己 但是像馬王的這兩個女兒 但是好像馬王這兩個女兒 這種終日貪得無厭的人 這種終日貪得無厭的人 他所關心的只是自己 他不會去關心別人 他不會去關心別人 那這個就違反愛心的原則 這樣就違反了愛心的原則 這個社會沒有愛心 這個社會就會很可怕 這個社會如果沒有愛心的話就會很可怕 我們可以看哥林多前書的十三章 我們可以看哥林多前書的十三章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我們看第五節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第五節 十三章第五節 第十三章第五節 第五節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 這裡在講愛心的種種表現 這裡講到愛心的種種表現 當中有一項不求自己的益處 有些譯成不淨求就是不止求自己的益處 有些譯成不淨求就是不只是求自己的益處 不是說不可以求自己的益處 但是不可以只求自己的益處 甚至是我们的益处 和人家的益处有冲突的时候 宁愿牺牲自己的益处 这个就是一个爱心的原则 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我们可以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来看二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23节 第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第24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第23节讲到凡事都可行 这个是基督律的自由 但不都有益处 就是不一定对自己有益处 所以做事情第一我们要考虑 对自己有没有益处 所以做事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对自己有没有益处 没有益处那你为什么要做呢 没有益处的话你为什么要做呢 有些信徒讲圣经也没有讲不能吸烟 为什么教会不给人吸烟呢 有些信徒就说圣经里面都没有讲不能吸烟 那为什么信徒不可以吸烟呢 为什么叫人不要吸烟呢 那为什么叫人不要吸烟呢 因为圣经有讲这个没有益处 因为圣经有讲到这个没有益处 没有益处我们就不要做 没有益处的话我们就不要做 但是圣经没有样样都写 写得很详细 虽然圣经没有样样都写 也都没有写得很详细 但是它有给我们一个原则 但是它有给我们一个原则 我们做事情要考虑 这样做对自己有没有益处 我们做事的时候要考虑 这样做对自己有没有益处 没有益处会伤害到自己 没有益处而且会伤害到自己 这样子我们就不应该做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做 再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能不能造就人 对别人有没有益处 对别人有没有益处 这个是要进一步考虑的 所以不单是自己有益处 所以不单是自己有益处 还要进一步考虑这样做对别人有没有益处 还要进一步考虑对别人有没有益处 也许对我是有益处的 可能对自己是有益处的 不会伤害到自己 不会伤害到自己 但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会影响到别人 会影响到别人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考虑了 既然会影响别人 既然会影响别人 对别人没有造就性 对别人没有造就性的 这种事也不可以做 这种事情都不可以做 虽然这件事 你讲起来是可以做的事情 虽然这件事讲起来 可能是一件可以做的事 但是因为不能处造就人 但是因为不可以造就人 这样我们就不要去做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做 那这个就是要考虑别人的益处 这样就是要考虑别人的益处 这个背景就是在讲 既偶像的东西 这个背景就是说 这个拜偶像的事 既偶像的东西 就是偶像的东西 到底什么时候来应用呢 这个道理是什么时候可以应用呢 就是在考虑 不去影响别人的时候来应用 就是考虑会不会影响别人的时候来应用 比如说你到市场去买东西 例如你去到一个街市去买东西 你就不必问这个有没有拜 那个有没有拜 你就不用去问这个有没有拜过 如果你有怀疑的话你就不要买 为什么不能买 为什么不可以买 为了对方的良心 为了对方的良心 因为你会这样问就是这样不可以 因为如果你会这样问的话 就是这样不可以 拜过的东西你不可以吃 拜过的东西你不可以吃 那你问啊 你又买 那就对方就会认为 你这个信仰也是马马虎虎 你问了然后你又买的话 别人就会觉得你的信仰很随忌 我也没有跟你讲没有拜 我说不知道啊 我都没有跟你讲 有没有拜 我是跟你讲不知道 那你不能肯定你又买 那你这个信仰是什么信仰呢 你都不肯定你就买了 那你这个信仰是什么信仰呢 这样就会伤到对方的良心 这样就会伤到对方的良心 所以后面在讲这个良心是对方的 不是在讲你的 所以后面讲到的良心是人家的 不是自己的 也就是说你做事情要考虑到别人 就是说你做事的时候要考虑到别人 不是只是考虑到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什么都不必问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什么都不必问了 因为偶像算不了什么 因为偶像也不算是什么 拜偶像的东西也算不了什么 拜偶像的东西也算不了什么 就是在这个时候来使用 就是在这个时候来使用 这个自由就是这个时候用的 这个自由就是在这个时候用的 而不是叫你去偶像庙在那里做事说 表现自己说你看 我的信心有多么的好 不是你去到那个庙里 然后表现出自己说我信心有多好 你看偶像根本算不了什么 你看偶像都不算得什么 带偶像的东西也算不了什么 拿来把偶像的东西也算不了什么 所以就去偶像庙里做事 所以就坐在这个庙里 来表现自己的信心 就表现自己的信心 结果让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看到 结果被一些软弱的弟兄姊妹看到 他违背良心也去吃了 他违背良心的就去吃了 这样就叫他沉沦了 这样就叫他沉沦 这个自由就叫人去沉沦了 这个就是没有考虑别人 这个就是没有考虑别人 只考虑自己 以他的信心来讲 以自己的信心来讲 在信心里面有这个自由 以爱心来讲 他没有爱心 他没有考虑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别人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别人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到别人 这个才叫做真理 这样才叫做真理 违背了这个爱心的原则 违背了这个爱心的原则 那些只是知识 那些只是知识 不是真理 知识只是叫人自高自大 知识就是会叫人自高自大 不能够去造就别人 不可以去造就别人 只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 只有爱心可以造就人 所以我们这个爱心就是要考虑到别人的立场 别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的爱心就是要考虑到别人的立场 和别人的需要 所以在24节说 不管任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所以24节讲到 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那要求别人的益处 所以在31节也这样讲 所以在31节也这样讲 所以你们好吃好喝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做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不管犹太人 西利尼人就是希腊人 外邦人 不许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就是希腊人 是犹太人 是神的教会 是神的教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你们都不要令他跌倒 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 就好像我凡事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叫他们得救 这个就是保罗的爱心的态度 也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态度 所以一个是人如果只是专顾自己 所以如果人专顾自己 一天到晚贪得无厌 想的就是自己 想的只有自己 不会去想到别人 不会去想到其他人 这个人很可怕 因为他专顾自己 因为他专顾自己 这样的人很可怕 一个社会如果走到这个地步 一个社会如果走到这样的地步 这样的社会很可怕 末世的社会就会变成这样 末世的社会就会变成这样 这样是一个危险的日子 人要专顾自己 那我们基督徒就要更显出爱心的可贵 我们基督徒就要更显出爱心的可贵 不能受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 不可以受到这个社会潮流的影响 要有一个爱心的好见证 要有一个爱心的好见证 第二个 这种人只要求他人 不会要求自己 这种人只会要求其他人 不会要求自己 一个有爱心的人 他总是会要求自己 好啊 要求自己 一个没有爱心的人 一个没有爱心的人 他只会要求别人 他只会要求其他人 那这种贪得无厌的这种人 这种贪得无厌的人 一样的他要求的只是别人 他要求的只是其他人 他不会要求自己 他只是盼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 不会想说我要付诸什么 他就是希望在别人身上得到什么 但不会想自己可以付出什么 所以往往要求别人 不要求自己 所以只会要求别人 不会要求自己 这种人当然不可能行神的道理 这样的人是行不到神的道理 因为神的道理就是从要求自己开始 因为神的道理就是从要求自己开始 没有这个态度不可能行道 没有这样的态度是不能行道的 行道一定要从要求自己开始 行道一定要从要求自己开始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看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 七章十二节 第七章第十二节 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主耶稣说无论何事 也就是一切的事都是这个原则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原则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所以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我 所以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我 比如说我希望别人不要讲我的坏话 那我就不可以去讲别人的坏话 就是要先要求自己 我不希望别人把我不好的事拿出去讲 我不希望别人将我不好的事拿出去讲 那我们也是一样 不要在背后一直讲别人不好的事情 那我们就不要在背后一直讲别人不好的事情 我们要先这样去做 我们要先这样去做 这样别人自然就会这样来对待我们 这样的话别人自然就会这样对我们 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我们一直讲别人坏话 希望别人不要讲我的坏话 希望别人不要讲自己的坏话 这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别人知道你讲他坏话 他一定会想办法讲你的坏话 因为别人知道你讲他的坏话 他一定会想办法讲你的坏话 就算你不要 他都会再一点出来 因为他生气 他一定想要报复 因为他生气 他就会想报仇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就会变成这样 因此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好 所以如果我们想别人对我们好 我们就要先这样去对待别人 我们就要先这样去对待别人 第十二节是连接上面的 第十二节是连接上面的 上面从第七节开始叫我们要晓得祷告 上面第七节那里说要叫我们晓得祈祷 说你们求救给你们 你梦祈求就给你们 过门就寻找就寻见 沉走就寻见 过门就可以开门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这个就是叫我们要向神祷告 这个就是叫我们要向神祷告 我们晓得向神祷告 我们晓得向神祷告 神就会随听我们的祷告 神就会随听我们的祷告 第八节说凡祈求就得到 第八节说凡祈求就得着 寻找就寻见 沉走就寻见 过门就给他开门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那我们这样子向神祷求 我们这样向神祷告 神会随听 神会随听 而且神会把好的东西给我们 而且神会将好的事情给我们 就像父母爱儿女会把好东西给儿女一样 就好像父母爱儿女 祂就会将好的东西给他们一样 不会说求饼拿石头给她 不会说求饼就拿石头给他们 求鱼拿一条蛇给他 不会这样 求鱼就给一条蛇 它不会这样 因为你知道石头对他没有益处 因为你知道石头对他没有益处 你也知道蛇对他没有益处 你也知道蛇对他没有益处 父母爱儿女不会这样对待儿女的 父母爱儿女 他是不会这样对儿女的 那你们虽然不好 也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虽然不好 但你也知道要将好的东西给儿女 因为我们人带着肉体 有很多软肉 因为我们人带着肉体 有很多软弱 但是你看老虎那么毒 也不会吃自己的孩子 但是我们知道老虎那么毒 都不会吃自己的子女 还是一样爱自己的孩子 都是这样爱自己的孩子 这个母爱父母爱儿女 这个是天性 父母爱儿女 所以第十二节就接下来了 你们愿意人家怎么样对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 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检讨神 有时候我们会检讨神 要求神 你应该要怎样 你应该要怎样 你怎么没有怎样 你为什么不这样 有时候忘了检讨自己 忘了检讨自己 没有要求自己 没有要求自己 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就不对了 我们希望神对我们好 我们希望神对我们好 那我们有没有来向神祈求呢 那我们有没有向神祈求呢 盼望得祂的恩典 盼望得祂的恩典 但我们有没有跟祂讲 有没有跟祂祷告啊 但我们有没有跟祂讲 有没有向祂祷告呢 我们不晓得靠神 我们不懂得靠神 那怎么得神恩典呢 那怎么得神的恩典呢 那怎么讲说神对我不好 神不爱我呢 那你为什么会说神对我不好呢 如果我们有信心 如果我们有信心 祂求祂一定会欢喜来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向祂求的话 祂一定会欢喜去听我们的祷告 因此信仰上我们也是要从要求自己开始 所以信仰我们要由这个要求自己开始 这样子我们才会有一个好的信仰 那我们才会有一个好的信仰 生活上才能多多的体会到神的恩典 生活中才能多多的体验到神的恩典 那这个就是要晓得 先要求自己 这个是首先要求自己 我们再看真言的十九章 我们再来看真言第十九章 真言十九章的第二节 真言十九章第二节 十九章第二节 第十九章第二节 第二节 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 脚步急快的难免犯罪 第三节 人的愚昧 倾拜他的道 他的心也抱怨的 一个人心没有知识 这个是不好的 一个人心如果没有知识的话 是不好的 因为他就很难 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因为他很难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所以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上 我们就要去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要走在神的旨意上面 我们就要明白神的旨意 道理就要多听多追求 再来脚步急快难免犯罪 再来就是脚步急快难免犯罪 脚步急快就是你不晓得依靠神 脚步急快就是你不晓得依靠神 不晓得等候神 不晓得去等候神 自己想做就做了 这个叫做脚步急快 这个叫做脚步急快 这个往往就是在描写一个人 依靠自己的态度 这个往往就是你描写一个人 依靠自己的态度 所以喜欢就做 所以喜欢就做 没有想说这样神喜欢不喜欢 没想到这个东西神爱不喜欢呢 这种人难免会犯罪 这种人难免会犯罪 第三节说人的愚昧清拜他的道 第三节说人的愚昧清拜他的道 就是他走的道路最后就会失败 就是他走的道路最后就会失败 就会为自己带来很多的楚苦 就会为自己带来很多受苦 那这个是因为他自己的愚昧 这个是因为他的愚昧 不明白神的道理 不明白神的道理 不晓得依靠神 不懂得依靠神 他的心也抱怨耶和王 他的心也抱怨耶和王 所以他遇到事情不顺利 他遇到不顺利的事情 结果不好 结果不好 他不晓得要检讨自己 他不懂得检讨自己 他没有想想说我信仰态度怎样 他没有想想自己的信仰态度怎样 我又没有靠神 我又没有靠神 我又没有尊重神 有没有尊重神 没有去反省这些 没有去反省这些 反过来抱怨神 这种就是愚昧人 这种就是愚昧人 他不晓得怎么样来走这一条信仰的路 他不晓得怎么样去走这条信仰的道路 他不晓得要怎么样来要求自己 他不知道他怎么样要求自己 他就是一味地要求其他人 对神的态度也是这样 对神的态度都是一样 因此常常会抱怨神 所以会常常抱怨神 一个人会常常抱怨神 大概就是这样 一个人会常常抱怨神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从要求自己开始 就是没有从要求自己开始 这种人就像这里所描写的一样 这种人就像这里的描写一样 其实就是一个愚昧的人 其实就是一个愚昧的人 他并没有坐在神的道路上 他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 怎么有可能得神的恩典呢 怎么有可能得神的恩典呢 怎么有可能逃脱失败的命运呢 怎么会逃脱失败的命运呢 所以他在那种环境里面 他不晓得还行自己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 他不懂得反省自己 那这个就是只要求他人 不要求自己 这个就是只要求其他人 不要求自己 这样的人 这个也是会获得很痛苦 这样的人都会活得很痛苦 那这个也就是只关心自己 不关心他人 这个就只是懂得关心自己 不懂得关心其他人 那里得什么 而没有想想我应该要付出什么 只是懂得在别人身上得到什么 而不是想自己可以付出什么 一个人对神的态度如果是这样 一个人对神的态度如果是这样 他自然就会一天到晚抱怨神 他一天到晚就会懂得抱怨神 抱怨神没有给他这个恩典 没有给他那个恩典 抱怨神没有给他这个恩典和那个恩典 没有听他祷告 没有帮助他 没有听他的祷告没有帮他 就很容易有那些抱怨神的态度 就很容易有抱怨神的态度 那一个晓得要求自己的人 一个晓得要求自己的人 他就不会走上这个路了 他就不会走上这条路 因为他一定会先要求自己 先反省自己 因为他会先要求自己 和反省自己 我要得神恩典 我又没有祷告啊 我要得神恩典 我又没有祈祷呢 我对神有没有信心啊 我对神有没有信心啊 神的旨意我知道吗 神的旨意我知不知道呢 我现在走是走在神道路上吗 我现在走的路是否在神的道上呢 这条路是神要我走的路吗 这条路是神要我走的路吗 我又没有跟神问啊 我又没有问神 有没有求神带领啊 有没有求神带领啊 如果都没有 等到以后发生问题 你抱怨神有什么用啊 如果都没有的 到时发生什么事 你抱怨神都没有用 往往这种人也会抱怨神 不会晓得反省自己 往往是一种人 就会懂得抱怨神 但不懂得反省自己 这样的人就像马王的那两个女儿一样 这样的人就好像马王的两个女儿一样 一天到晚就只是想别人给他什么 自己都不想要尽什么本分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自己都不懂得想 他怎样尽自己的本分 付出什么的代价 那这样子就会像马王这两个女儿 这样就会好像马王这两个女儿一样 再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七章的第三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 第七章第三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强不想自己眼中有梁目呢 这个是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别人的小个是看得一清二楚 人家的小个就在自己眼中 看得一清二楚 自己眼中的梁目就是没有爱心 他自己不知道 自己眼中的梁目就是自己的爱心 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梁目就是很大的过失 最大的过失就是没有爱心 那你自己眼中有梁目 怎么对弟兄说 来啊我把你眼中那个刺拿掉 自己眼中有梁目的话 怎样跟大兄说我将你眼中的刺拿走呢 如果一个人眼中有梁目 你要给他拿吗 如果一个人眼中有梁目 是不是都帮他拿呢 你怕你都怕死了 对不对 你都吓死了 看到他眼中那一颗梁目 遮着他的眼 要来拿你的眼睛的刺 看到他眼中有梁目 都遮住他对眼 然后他要拿你眼中的刺 眼睛不弄下 已经是大性了 更不要讲说要拿掉那一根刺 所以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 所以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不是说刺不必拿掉 不是说刺不可以拿走 问题是你要拿别人的刺 要先拿掉自己的梁目 问题是你要拿别人的刺 之前要拿走自己眼中的梁目 这样你才有办法去拿掉弟兄眼中的刺 这样你才有办法拿走弟兄眼中的刺 有些人看到别人的软弱 有些人看到别人的软弱 就一副看天行道的态度 就好像法官判罪人一样的态度 就好像法官判罪人的态度 你说这样子能够拿得掉吗 你说这样拿不拿得走呢 没有那一份爱心 没有这样的爱心 怎么有可能去帮助别人的软弱呢 怎么去帮助别人的软弱呢 我们要帮助别人的软弱 我们要帮助别人的软弱 你要自己要有那一份爱心 你自己要有那份爱心 这样你才有办法真正去帮助别人 这样你才有办法真正去帮助别人 所以还是要从自己要求开始 所以要要求自己开始 自己要有真正的爱心 自己要有真正的爱心 才能去帮助别人 才可以帮助别人 好像一个报纸的故事这样写 好像一个报纸上的故事这样写 兄弟两人要出去游玩 兄弟两人要去玩 穿着新衣服非常高兴 穿着新衣服很开心 吃早餐吃完 最后就吃个西红柿 吃完早餐之后吃番茄 弟弟一口咬下去太大口了 一咬下去 那个汁就刚刚好 设在哥哥的新衣服上 弟弟吃番茄子太大口 然后汁就弹到哥哥的新衣服上 那个时候他想说 哎呀糟糕了糟糕了 我怎么这么不小心 把哥哥的衣服弄得这样 那个时候就想 糟了 为什么我这么不小心 把哥哥的衣服弄成这样呢 你看要怎么办 你看要怎么办 那个时候他很害怕 那个时候他很害怕 也很自责 很自责 但是听到哥哥跟他讲 但是听到哥哥跟他讲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要紧 要不是故意的 你又不是有心的 听到哥哥这样讲 一方面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 一方面听到哥哥这样讲 得到很大的安慰 因为想说哥哥一定会大发脾气 因为在想哥哥一定会发脾气 一定会被人骂一顿的 一定会被人骂 结果没有 结果没有 哥哥反而安慰他 哥哥反而安慰他 又不是故意的 又不是有心的 让他那个自责的心更大 让他自责的心更加大 下次一定不能这样的 一定要小心的 下次一定不可以这样的 一定会小心的 他也感觉哥哥太伟大 对哥哥更加的尊重 对哥哥更加的尊重 以后做事更加的小心 以后做事更加的小心 这个是写在报纸上的 这个是写在报纸上的 现在把它反过来想 现在想起 如果哥哥没有这一份爱心 如果哥哥没有这一份爱心 开始发脾气 你有没有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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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新衣服 你看不到我新衣服 这样子怎么办 你这样怎么办 如果哥哥是这样的话 如果哥哥是这样的话 你想想弟弟会怎样 你想想弟弟会怎样 谁叫你坐我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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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又不是有心的 你自己开始 他一定是这样更大声的 跟哥哥这样讲 他一定是更加大声的 跟哥哥讲 那你这样想要帮助他 要改变他有没有改变 你想改变他 你没有改变到 一个眼中有凉目的人 一个眼中有凉目的人 怎么会把人家的刺拿掉 怎么会把人家的刺拿走 你看他一定哗哗叫的 一定很痛苦的 他一定在哗你一定很痛苦 一定反应很激烈 一定反应很激烈 你还会觉得说 我是对你好 你还会觉得我对你好 你不知道好人心 你都不知道我好心 你态度还这么差 其实不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爱心 其实不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爱心 人家才会这样的反应 如果你有那一份爱心 如果你有这样的爱心 能够好好的很仔细的 慢慢把那个刺拿掉 那是好事啊 能够可以慢慢地把那个刺拿走 问题是眼睛自己有凉目 问题是自己眼中有凉目 哪有可能把那个刺拿掉 哪有可能把人家的刺拿走呢 一定是弄得眼睛痛得不得了 一定是会整痛人家 所以那个反应一定很激烈 所以那个反应一定很激烈 但是有时候这种人 他自己不觉得说我不对 但是这种人 就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他还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不知道好人心 他一定会觉得 你不知道我好心 我对你好 我才愿意这样跟你讲 我对你好 我才会这样跟你讲 他不晓得说自己的话里面没有爱心 他不知道自己的话里面没有爱心 那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事 这个就是很可惜的事 所以这里主会诉说 这种人叫做脚貌为善 主要说这些人叫做假冒为善 表面上好像是爱心 表面上是有爱心 其实一点爱心也没有 其实一点爱心都没有 所以叫做脚貌为善 所以叫做假冒为善 那这种就是只要求别人 不要求自己 这种就是只懂得要求别人 不要求自己 所以别人的一点不对 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别人的一点点错 就看得很清楚 自己那么大的错 他不晓得 自己那么大的错 他看不到 自己没有爱心 他不晓得自己没有爱心 自己没有爱心 他不知道自己没有爱心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事 这个就是最可怕的事 所以不要像马王的这两个女儿 所以不要像马王这两个女儿 一天到晚就是叫着 给我啊 他只是希望别人 怎样对他好 就是懂得想别人 怎样对他好 不想自己怎样对别人好 不想自己怎样对别人好 所以只是要求他人 不会要求自己 所以就是要求别人 不会要求自己 那这种就没办法真正过一种行道的生活 这种人的信仰也不可能进步 这种信仰也不会进步 因为他的态度不对 因为他的态度不对 那圣经勉力我们 圣经勉力我们 就是师比索更有福 师比索更有福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我们看三十四节 三十四节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第三十四节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第三十四节 第三十四节 我借两只手 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三十五节 第三十五节 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辅助软弱的人 有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师比索更为有福 那这里是保罗讲道 要纪念主耶稣的话 这里保罗讲道 要纪念主耶稣的话 师比受更为有福 这个就是保罗的态度 这个就是保罗的态度 所以他传福音工作很辛劳 所以他传福音很辛苦 但是他有时间 他就赶快去织帐篷 但是他有时间 就会去织帐篷 这样子可以赚钱 那就可以赚钱 因为他是法利塞人 因为他是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文士 他们要学一技之长 法利塞人文士 要学一技之长 他们去教导别人 道理有时候 是义务的去帮忙的 他教导别人 道理有时候 是义务要去帮忙的 然后自己赚钱 来养活自己 然后自己赚钱 养活自己 保罗他是法利塞人 因此他学了一技之长 所以他都有学到一技之长 所以他就可以用这个 来赚钱 所以他就可以用这个 来赚钱 其他人可能没有赚钱的能力 其他人可能没有赚钱的能力 因为没有这个技术 那保罗这个技术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到哪里都可以做 所以他就用他两只手 来攻击自己 跟同人的虚用 所以他就靠自己的伤手 去给自己 和其他人的虚用 这个是义务所教会所知道的 这个是义务所教会知道的 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该这样劳苦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来扶助那些软弱的人 扶助软弱的人 就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又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施比受更为有福 当我们缺乏的时候 有别人关心我们 有其他人关心我们 帮助我们 这当然是一种福气 当然这是一种福气 但我们有能力 能够去帮助别人 但当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其他人 这个福气更大 因为表示神给你的恩典更多 你才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 你才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别人 这个就是第一个福气 这个就是第一个福气 因为你比他多 你才能够施给他 因为你给他的多 所以你才可以给他 而且这种事神很看重 一个有爱心的人 一个有爱心的人 他施捨出去 他施捨出去 神会祭念 圣经讲神会把各样的恩惠 赐给他 神会把各样的恩惠赐给他 让他凡事都可以充足 各样事都有神的恩惠 让他有办法行的善事 各样的善事都有办法行 令他有办法行各样的善事 因为一个有爱心的人 神后就会把更多给他 因为一个有爱心的人 神会将更加多的给他 让他行的善可以行得更大 可以行得更多 令他行的善可以行得更多更大 这个就是施的福气 这个就是施的福气 所以施比授是更有福的 有的会加给他 所以我们做得到 我们要尽量去做 所以我们做到的 我们要尽量去做 有机会能够帮助人 尽量去帮助人 有机会去帮助人 就尽量去帮助人 其实帮助人 不是有富有才能帮助 其实帮助人不是有钱 才可以帮助人 你看耶路撒冷发生饥 保罗在外邦教会募捐 保罗在外邦教会募捐 他没有在马其顿那边的教会募捐 他没有在马其顿那边的教会募捐 因为他知道那里教会很穷 因为他知道那里教会很穷 但是他们自己要求 但他们自己要求 一定要接受我们的奉献 一定要接受我们的奉献 虽然我们这么穷 我一碗饭 我可以分半碗给他们 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 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 一直要求保罗 一定要接受他们的奉献 一直要求保罗 一定要接受他们的奉献 所以保罗最后也接受他们的奉献 所以最后保罗都有接受他们的奉献 所以保罗最后也接受他们的奉献 关于奉献所有的角度基本上都讲了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 就是有钱不一定拿得出来 因为有钱不一定拿得出来 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 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 所以要保留很鼓励他们才有办法来做的 所以要保留很鼓励他们才有办法做到 可见这个诗不见得是富有人的特权 我这诗不是有钱人的特权 只要你有那一份爱心 其实人人都可以做 只要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纪念主的话 施比受更有福 有时候我们不得已会遇到困难 真的需要有人来关心 真的需要有人去关心 有人去帮助 这个时候有人关心帮助 我们是要很感谢神 这个时候有人去关心和帮助 是要很感谢神的 就像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得到帮助 就像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得到帮助 在那个饥荒的当中 那个是何等的感谢神 那个是很感谢神的 如果不是就应该会饿死 因为教会弟兄姊妹爱心的关怀 让他们能够生活没有问题 令他们生活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一定很感谢神 所以他们一定很感谢神 保罗说一定会确确地为你们祷告 也能够非常肯定外邦的教会是神的教会 也都可以肯定外邦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 是有爱心的教会 虽然没有去过那里 也没有跟那里的弟兄姊妹见面过讲过话 也都没有跟那边的大兄姊妹说过话 但是从这件事他们就可以肯定 外邦的教会真的是神的教会 外邦的教会真的是神的教会 是有爱心的教会 这样子能够更加的 对外邦的教会更加的有信心 这样就对外邦的教会更加有信心 更知道怎样来为他们祷告 也都知道怎样去为他们祷告 也能够因为这样更加的感谢神 也都会因为这样更加的感谢神 所以我们要养成这种斯比索更有福的人生观 当我们做得到的时候 当我们做得到的时候 有机会的时候 就要把握机会去做 最后一个就是要学知足 这个知足是非常宝贵的 一个人要幸福一定要知足 一个不知足的人 不管他到什么环境都不会幸福 一个不知足的人去到什么环境 他都不会觉得幸福 想幸福就一定要知足 这种人才会快乐 这种人才会快乐 也才会幸福 也才会幸福 所以圣经保罗勉励 有衣有食就要知足 所以保罗勉励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有时候太多反而是累罪 反而是痛苦的事情 需要有这样就够了 这是大利的人生 就是敬虔加上知足 就是敬虔加上知足 这样的人生就是最好的人生 这样的人生就是最好的人生 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所以不要欲望那么大 所以我们的欲望不要那么大 这样永远就不会快乐 这样永远都不会快乐 有时候得到快乐一下子就过去了 有时候得到快乐一下子就过去了 因为他又有更高的目标 因为他又有更高的目标 永远不能满足 永远都不会满足 所谓满足就是现在什么样 神给我怎样我就满足 满足就是神现在给我怎么样 我现在就满足 那这个才叫做知足 这样才叫知足 那神要给我们多少 神知道的 神要给我们多少 神是知道的 能一个人能够承受多少 只有神才最清楚 因为一个人要承受多少 只有神最清楚 所以神自然知道 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路 所以神自然会知道 怎样去带领我们的路 知道怎样施恩给我们 知道怎样去施恩给我们 因为祂知道怎样对我们最好 因为祂知道怎样对我们最好 如果我们只是靠自己这样子 不满足一直的去追求 如果我们只是靠自己 不满足地去追求 也许你可以得到很多 也说不定 但是不见得会幸福 但是不见得会幸福 不见得会幸福 不见得是福气 所以我们要学习知足 所以我们要学习知足 甚至进一步像保罗一样 凡事都可以知足 甚至进一步好像保罗那样 凡事都知足 丰富缺乏都可以知足 丰富缺乏都可以知足 尊贵卑贱都可以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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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去到哪一个环境之下 都知道有神的美焉 他说靠那加给我力量 凡事我都有办法做 他说靠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就是借着祷告 祂的心都能够常常得到完足 就是藉着祷告祂的心 常常都会得到缓足 这是非常宝贵 这是非常宝贵 所以真言的三十章的十五节开始 所以真言三十章第十五节开始 用这个不知足来谈知足的宝贵 用这个不知足来谈知足的宝贵 马王的两个女儿 第一个名字叫做给我 马王的女儿第一个名字叫给我 第二个女儿给她取名叫给我 第二个女儿的名字叫给我 所以一日到晚就是会喊给我给我 因为叫孩子就是叫给我 因为叫那个女儿就是叫给我 所以一日到晚就是喊给我给我 这种人终日贪得无厌 一种人终日贪得无厌 其实这样的人是最可怜的人 其实这样的人是最可怜的人 就是叫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就是叫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 要做一个知足的人 要叫我们做一个知足的人 再来唱诗 119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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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